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g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时报文化出版的主编郑珍先生 你好郑珍兄 你好你好大家好 我们看我其实我们刚刚来谈的都是谈说 其实台湾的这些人才该如何如何前往大陆工作 有一些关键的要素要注意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那台湾这一个市场我们是认为说台湾地方不大 所以因此我们的政府一直对于台湾的一些职场工作的人才 采取是一个比较保护的措施 你刚刚提到说甚至连路深开放的问题都吵得沸沸扬扬 是因为担心会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些基本的工作的职缺的问题 竞争力的问题 但是这样是对的吗 我们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对于人才的取得是非常国际化的 他向全球取材 面对这样子同样的国际的竞争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两个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竞争 你很难避免就是说全球人才来跟你抢饭碗 那你不如说有些关键技术 或者是一些关键的一些市场 你应该找到特定的人才来开发 那过去宏基也曾经经过篮期 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把柄做大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柄做大 到底我们台湾在面临一个 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的发展的转折也好 或面临一个现在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新的情势也好 到底我们台湾下一步怎么走 当然就是说对大陆依赖这个是不得已的现象 全世界都在依赖它 那你依赖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的主体又在哪里 尤其是过去那个宏基的创办人是郑荣先生 他特别提到微笑曲线 我们现在已经被迫要从制造 要往这个研发跟行销两端走了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 或这方面的我们的努力到底多少 那事实上民间的活力非常的强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品牌 HTC也好 或者是像文创的品牌 像法兰茨也好 都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是不是能让这一股势力 让这一股这个潜力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乃至于说 就是说我们由过去代工的形象 慢慢走向这个发挥卵实力 由这个从设计开始研发到行销 都可以让它的这个潜力能够发挥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 然后也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呢 像新加坡啦 荷兰 瑞士这些 感觉上经济比较小的国家 他们到底怎么样去发挥 他们的利基跟特色 以至于他们的经济呢 是历久不衰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去借尽一下 没错 何况呢 我们现在又有大陆这个这个致力点 我们是多一个筹码 而不是减少一个筹码 那我们应该去就我们这边的一个优势条件 然后顺势发展 而不是在用传统的思维 再去搞一些这个资本密集的大的产业 然后等到遇到大的风浪的时候 其实它的副作用方法更大 没错 其实我们看不仅像新加坡政府 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政府 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其实他已经看到 当全球所有的外资企业 想要涌进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时候 他也意识到 希望借这样的浪潮 能够大量的吸取国际上面优秀的人才 进到中国大陆 他们可以取材 可以学习 事实上是有助于中国大陆自己企业 入资企业的成长的 然后这样的时候 其实让自己的入资企业 在全球化的浪潮里面 提升到属于国际级的企业的水准 其实这是一个 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而不是担心说 别人进到我家之后 把我们的人排挤了 其实某一层面 我们应该 就像刚刚讲的 应该还是 就算是政府政策 应该要买单程机票的心态 要让自己企业 要能够致死地狱于后生 因为你必须不断的被全球浪潮压得走 一直不断的让自己企业要能够提升 要能upgrade 这样子才是对的 你才可以把市场做大 没错 而不是一直在保护政策 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 因为投入产出是不断的在翻滚 那你如果你不让好的人才进来 你自己的产业怎么大 你的市场怎么大 然后你怎么再吸纳更多的人才 其实面对两岸的问题 其实两岸的问题 已经是国际的问题了 两岸人潮的往来 已经是全球化国际人才的交流了 那其实两岸的职场 这个地图一展开 其实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到底我们在这里面 站在什么位置上面 我们具有什么样的关键优势 我们的差异的优势跟劣势是什么呢 其实自己应该要心知肚明 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OK 好 今天节目关系 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时报文化出版的主编 郑珍先生 帮我们做比较如此 深入而精辟的分析 谢谢你 郑珍兄 OK 各位听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